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俏美食本期视频 我是小新 今天用西红柿和鸡蛋做个早餐 先把鸡蛋打入碗中 把蛋清倒进另一个碗中 把西红柿切丁 把菠菜切成末 把切碎的西红柿和蛋黄放在一起 菠菜和蛋清放在一起 每个碗里面加入适量盐 搅拌一下 先把电明档加热一下 锅中加入适量油 开小火把油烧热 把搅拌好的蛋液倒入锅中 蛋液底层凝固 表面还有一些湿润的时候 然后我们从这个一边慢慢的卷起来 再加入一点油 把搅拌过的蛋清倒入锅中 在蛋液底层凝固 用铲子从一边慢慢卷起 把它切成小段 放入盘中 入盘中